各位名稱老師好 我是兵號160600 我是兵號160600 那麼因為現在已經是科技的時代 那麼就會有一群多很神奇的交通工具 那麼有交通工具也免不了一些交通事故的法則 那麼我們這兩個專案主要是為了避免這兩個 這些交通事故的發生 那麼這邊的話我們有在車子前面有放距離感測 那距離感測的話只要它靠行得太近的話 它可能就會開始警戒 然後這邊有一個CD就會顯示 那麼那麼再來另外的話就是 我們在車子的裡面有放了一個火柱開關 那麼如果真的不避免撞到的話 那麼這邊的話火柱開關就會啟動 然後這邊這邊就會只有警戒 然後可以讓安全器能打開 我只要是要針對火車的柵欄 炸柵欄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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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 當現在有火車要經過的時候 那現在就是會有火車經過 然後這邊車子講它靠太近的話 它就會跟它講說太近要後退 這個風明 風明 風明器就會告訴我可能太近了會有危險 它就會叫 LCD面板 告訴我 要 要 要後退 然後現在它打開了 它就可以往前走了 然後 我們這兩個 這兩個 專案都是為了想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 可以達到避免的效果 可以平時好事 然後做些事 所以你這兩系統的生態就要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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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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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的時候 這兩系統的生態就要注意 所以 現在那個氣管可能會被銅 Put 所以 你這兩系統的生態就要代鄉 你可以補充一下啊 我剛剛好好的跟你們講 就是 為什麼我要讓它不能靠來挺 因為火車在高度行駛的時候會產生負壓 會把超愛境的東西吸進去 所以它如果超愛境的話 它會使它風鳴器不影響 然後它就會後退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桌子 這個是模擬柵欄的開墓關 然後火車進入這邊 然後它再打開 然後這個 因為車子剛才最響 還有什麼問題 因為你是把餐廳的東西 比較 有沒有人講出他們的關聯性 可以 可以 怎麼解釋 那你們的地方 現在是 不同的系統 一個是針對火車 一個是針對汽車 在公路上面洗水 如果他們 都是為了 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 這比較看起來像是 兩個人各做各的這樣 你們的合作性 合作性 我們一開始是 我們一開始是 事先先互相討論 這樣 一定是這樣 我們一開始是忽怨互相討論 然後 工作分配完之後 然後就開始 開始做 然後如果是真的 設備發生問題的話 那 想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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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itos 為什麼 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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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這邊還有還有還有做一個那個紅綠燈 他一開始他停的時候他還是橘燈然後火車經過的時候他還是紅燈 當掌門要舉起來的時候他先變成橘燈完全放完後面綠燈 他這邊對於其他大陸體來說就是他的炸門就是本來以前的炸門就是只是單純的就是他就降下來他沒有做任何的警示 那我們這邊的話他就算就是有人靠近的話也會直接警示他們 讓他們不要靠近 謝謝 謝謝